姐姐跟我读书,她30岁嫁个不起眼的丈夫,看到她的戒指,我放心了。 姐姐大我三岁,从小她就像小大人一样照顾我,没少为我挨家里的打,甚至有一次我被同年级的欺负,她把人家拦在路上,警告人家,结果第二天家长找上门,那天我爸妈不让她吃饭。 到了初中的时候,她周末去摘茶叶挣了几块钱,给我买好吃的,比起我爸妈,我可能更认同我姐对我的付出。 爸妈都是简单粗心的人,她们忙着生活,没空管我的喜怒哀乐,反而是姐姐总能第一时间觉察到到我是否开心。 我姐读完高中就辍学了,她学习成绩不好,加上我家里条件也好,所以她放弃了。 前几年她和村子里的几个女孩儿,去了电子厂打工,那些女儿打了几年工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就定亲了,家里没人差不多踏破门槛了,我姐姐就是个不答应,她说要挣钱,在我姐姐的资助下,我们家这几年盖了新房子,我也上了大学。 大学毕业时,大学毕业时,我姐已经二十五六岁了,家里人都住急了,毕竟在老家他们觉得二十五岁就是圣女,没有市场了。 可不管家里怎么催,她就是不急,一心存钱。 去年过年,我姐带回了她的男朋友,而去年我姐已经二十八岁了,按照有些地方的算法,她奔三了。 本以为我姐挑来挑去,总会找到一个合眼的,可对方完全不是那么合适的人,和我姐一样的身高,整个人显得像奔四的一样。 见到我爸妈嘴巴十分笨拙,结结巴巴地喊了爸妈,我始终不明白,我姐虽说年纪大了一点,尝得并不差,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上门说亲,可她谁都没看上,就看上了这个歪瓜裂枣,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 我姐对我说过日子要细水长流,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 我姐说这个男人知道她的生理期送红糖,也体调她的家庭,而且承诺只要一个孩子,所以她和那些想结婚的人不一样,至少她起冲住生活去的。 看到姐姐和她在一起急不协调,可姐姐的开心是挂在脸上的。 听说她给姐姐买了小钻戒,姐姐像炫耀珍宝一样的炫耀戒指,她说,我从小就渴望戒指,你看我那些小姐妹都是金戒指,可我就喜欢钻戒,我抱住她大哭了一场,这些年我知道她承受了太多,还好找到了喜欢的人。 看到姐姐的样子,我放心了,我知道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,祝愿那个老公主永远有人疼爱。